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收看《踏浪电动车》冠名赞助播出的老连过的费 您会通过登陆优客网或者新浪娱乐 来了解我们节目一些最新的动态 这个茶是怎么来的呢 咱们一般每件东西的这个出现呢 都有点传说 而这个传说大家注意 都不是完全胡编乱造 它或者是把来源说清楚一部分 或者是说清楚这个东西的基本功能 你比方说茶怎么来的呢 有一种说法 说茶是佛祖释迦蒙尼的眼皮 你看那眼皮的形状跟茶叶挺像 说释迦蒙尼当初啊 修行的时候 就是要成佛没成佛之前 他自己呢学会了打坐 打坐之后进入冥想 哎 想这个哲学上的一些大道理啊 佛学的一些基本理论 可他想着想着呢 他困了 他这冥想打坐是瞪着眼睛的 一会儿困了 眼皮沉睡着了 醒了之后 这佛祖就很后悔 说你说我修行到这个程度了 怎么自个儿控制不住自个儿的这个行动呢 说是不睡觉不睡觉睡着了 一来气 把眼皮转下来 你现在听着血淋淋跟整容似的 把眼皮转下扔地上 意思是 我没眼皮了 我以后怎么闭眼睛 眼睛不就得这么瞪睁着吗 哎 我就不睡觉了 以示对自己的惩罚 那么呢 这眼皮掉地上之后 生根发芽了 长出树来 树上面结束的叶子啊 就跟那眼皮形状很像 人把这叶子拿过来泡水一喝呢 提神醒脑 可以防止磕睡 所以有人说这是茶的来历 那么释迦牟尼是印度的 中国这个传茶来历不是这个 说茶谁发明的 神农事发明 神农是谁呢 咱们有朋友知道 什么神农知识长白草 轩辕乐婚姻莲 岁人取火免现实 福西画画阴阳前 上古时候呢 有三皇五帝 这个说法不一 但有一种说法说三皇是谁 是福西 女娃神农 也有一种说法呢 是福西女娃轩辕 但是说神农呢 比较多 这个神农是上古三皇五帝里的三皇之一 这几人都是天生异象 你像福西 福西呢 是蛇神人手 蛇的身子 人脑袋 神农是什么呢 是人神牛头 说白牛头马面 他就像那牛头 牛的脑袋 人的身子 三岁的时候 就基本上种地什么这些就都会了 神农嘛 就是 到后来长大了 身高就有两米八左右 哎 就这个人呢 是天底下所有这些 咱这么说吧 植物学的大拿 种地 装着 玄种 什么都会 而且神农有个了不起的 为什么叫神农知识 常白草 他一天呢 得吃各种各样的植物 各自己身体试 这个能不能吃 这个有没有毒 这个能不能入药 这个能不能当粮食 说神农吃的 脸都绿了最后的 所以这么一天 神农连吃了72种野草 结果这72种草大多数有毒 那这积累多了 他能不难受 躺着 奄奄一息 都动不了了 正这个时候 旁边树上 飘下了树叶 他把这树叶捡起来 嚼着吃了 哎 不一会儿 身体恢复了 觉得还神情气爽 起来了 这是什么 就茶树的叶子 茶 嚼起以后呢 把毒都排出去了 所以你看刚才我讲 释迦牟尼神农 这两个传说 说明什么 它是传说 但是揭示了 茶叶的两大功能 我们说 一个是提神醒脑 一个是排毒 这是我们说 中国茶叶 最好的两大功能 喝茶提神 喝茶能排毒 你看现在有什么 排毒养颜茶 其实跟茶叶没关系 它就是 有排毒的功能 借着茶叶这茶字 来宣传自个 当然不论是 释迦牟尼创造了 茶叶来提神 还是神能发现 茶叶来解读 这只不过是 两个传说故事 那么在真实的 历史长河当中 茶的来历 又是什么呢 那么说这些是传说 那真正的这个茶叶 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说法不一 有说是 前世皇时候就有 有说汉代 有说唐代 但是有一点 有句可考的 我们今天看 茶叶这茶字 这个茶字 是唐代以后才有的 唐以前没有这个字 我们现在看 康熙字典 能找这个字 但是东汉许顺的 说明解字 你找 里边没有茶 那说没有茶 不等于 没有茶叶这物质 茶树这种植物 那以前叫什么呢 叫图 怎么写 咱们大师说 如火如荼的图 比这茶多一横 以前管的叫图 不叫这茶 那么从什么时候 开始叫茶的呢 从唐代 唐代出了位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人叫陆宇 后世管的叫茶圣 从他开始定名为茶 这个茶什么意思 大伙看 上面草子头 下边一人 然后一个木 意思是什么 人在草木间 他讲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就人从自然界的草木当中 吸取出自己生存的养料 茶是这个意思 人与草木之间 那么这个陆宇呢 唐代 生活在唐代 湖北天门人 现在你到湖北天门市 你看看什么陆宇广场 陆宇公园 纪念堂 他写了世界上第一本 植物学的专著 就是茶经 中国人呢 有不少这各种各样的创造 你包括斗秋去 南宋时候有个奸相 贾四道 写了一本跟秋水有关的 哎 叫促之经 我们说促之就秋之 那世界上最早一本昆虫学专著 他就是为了玩 写的 这陆宇呢 也是 自小他与茶有缘 他本身什么来历 书人都没写 就说他小时候啊 他附近有和尚 庙里有和尚 叫至极和尚 这个至极和尚 经过一座桥的时候 发现有个大雁呢 在发出哀鸣之声 到桥下一看呢 这大雁哥翅膀呢 护着一个小男孩 一个小婴孩 这个婴孩就是陆宇 他把这婴孩呢 弄回家 弄到庙里头 给起什么名呢 在大道上捡来的 所以陆 大陆的陆 哎 大雁的两个保护着他 羽毛着陆宇 给他起着弄名 那么这个陆宇呢 打小跟这个蝉食长大 这个蝉食爱喝茶 陆宇呢 任他当师傅啊 就给他煮茶煎茶 你看这个茶呀 泡茶 这是不是学位 咱们好多现代人认为 那还不容易 绿茶抓一把往开水一扔 或者戈杯 一倒开水 一会儿切好了 没那么简单 你就拿着绿茶 最常见来说 怎么泡 我一讲 比方说这个玻璃杯 先倒四分之一的水 开水啊 九十度左右的开水 倒四分之一 然后 扔绿茶的茶叶 我说绿茶 这不是红茶和乌鲜茶 搁进去 然后搁进去 半分钟左右 再倒剩下的水 开水 这个茶才能泡得很香 可是我们说 喝绿茶的朋友 有几个人像我刚才 按照最科学的方式做 就说这个泡茶 是很大一门学位 一般的孩子 陆语那会儿十来岁 哪有那个耐性 天天跟着 煮开水 然后什么 没耐性 偏偏陆语 天生就能静下心来 所以至极和尚 这个茶叶方面的大师 教了他好多有用的 其实佛教跟茶是特有怨怨 尤其是禅宗 哪有那么句话叫禅茶一体 那个时候呢 达巴老祖一尾渡江 来到松山少林寺 作为少林寺 就是禅宗祖庭 从初祖达摩开始 二祖会合 三祖僧菜 四祖道姓 五祖红忍 六祖会能 禅宗一脉传下来 何为禅茶一体 这个禅是什么意思 咱们现在总说禅宗禅宗 这个禅其实很简单 就是集中精力 想一件事 做一件事 怎么集中精力 为之禅 那么集中精力 需要你神朗气清 能够心里头不慌 安安静静的 这个功夫 你要喝酒是做不到的 酒能乱性 但茶可以做到 所以修禅的人 往往好饮茶 西方国家你看 现在有一些修佛的人 也开始学习中国的茶道 日本的茶道 禅常一体 经常有这样的故事 有个禅室坐在这儿 外边有一位人 大学问 想来呢 向你这儿求求佛经 你给我说说佛 好 请进 然后这杯子里头 给他倒上茶 过一会儿给他蓄水 来 倒 满了不停 接着倒 冒出来 来的人说 哎呦 这位禅室对不住 我这都满了 您别倒了 这禅室撂下来 你来 我得跟你说清楚 你原先的想法呢 就好比这里的茶 我要给你这佛经上的东西 佛法 就好比后倒这水 你要不把你的想法倒出来 我怎么能把我的想法灌输到里头呢 就是你必须抛却你原来的智间 然后接受我的东西 这是求学 你不肯抛弃 还执着于己见 这不是修缠 所以你像这个有象征意义的故事呢 就是缠茶一体的过程 所以至极和尚 这个茶叶方面的大师 教了他好多有用的 后来陆宇啊 不愿意当和尚 到了二十来岁的时候 从庙里就出来了 出来了云游四方 就研究茶叶 中国产茶的 浙江啊 江西啊 福建的 走遍了 每走一个地方 哎 收集茶叶标本 研究怎么泡茶 包括红茶呀 什么绿茶呀 乌龙茶呀 系列的都研究 然后全国这么转悠 到四十七岁那年 隐居浙江湖州 用了若干年时间 写下了一本茶经 这个茶经里头呢 把它云游四方 总共二十七年的时间 搜集的这些喝茶的门道 方法 哎 他都给研究了成 里边系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说我泡茶 用这儿的水不行 味道不好 你呀 去过到那边那江里头 打水 他小徒弟去打了水了 上了以后 走的半道 撒了半桶 撒半桶怎么办呢 那这究竟吧 这江这边 再打上水 拿回来 泡完茶 陆宇和不对 你这水掺了 你不是都是 那个江的水 那边的 你看 这些细微之处 到底在哪 陆宇在茶经里 写的很清楚 像比方说 杭州龙井茶 最好搁什么水泡 虎炮泉的泉水 这都是有对应关系的 所以陆宇这一本茶经呢 导致给我们留下非常宝贵的 关于饮茶的知识 采茶的知识 茶叶的一些基本的 所以这是一部 博大精神的书 那么说这个茶经 算是中国人研究植物学 比较早的成果 那其实在现实当中呢 我们看呢 茶叶的应用范围特别广 你比方说我们经常啊 吃饭 说这个喝酒 来红酒啊 啤酒啊 白酒倒上 有这么一味呢 对不住 我这两天呢 这个吃中药呢 我说我这两天身体不好 这么的 我呀以茶代酒 了不了顺心 来来来 意思我这礼儿啊 到了用茶来代酒 说从什么时候开始 能用茶代酒呢 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 两件东西 这是东汉末年 三国时期的事 咱们都知道三国演义 头一回 燕桃源 豪杰三界义 皇帝英雄首立功 这头一回 最后一回是 祥孙昊三分归一统 这孙昊是谁呢 东吴 当时的王 孙昊有什么关系呢 按部分算呢 他算孙权的孙子 孙权呢 死之后呢 把位置传给 自己儿子孙亮 结果呢 孙亮没干两年 他哥哥孙修 串权 孙修上来呢 到要下去 就要死的时候 把位置传给 自己儿子 可是呢 他旁边有两个大臣 认为他儿子 素质太小 没立他 立了他一个侄子 这个侄子就是孙昊 把这孙昊 弄上来当皇帝 这孙昊特别残暴 贪酒残暴 好喝 上来之后 把自个儿 扶他上任 这俩儿也给灭了 最后喝酒 有什么特点呢 就你来到我这喝酒 咱设置个标准量 说白了 就最低消费 就你来了呀 你最少 给我喝七升酒 当时一升的有两斤 七升十四斤 你就黄酒十四斤 不也得喝吐了 你不这样 你就别来 所以这些大臣 都怕孙昊 来的时候就得喝酒 那偏偏这里边呢 有一位呢 名字叫韦耀 这个人来了 孙昊不逼他 为什么呢 韦耀呢 是孙昊他爸爸呀 孙和的老师 当时正在写一部 跟东吴有关的传记 孙昊还指着 他在史书里美言几句 所以韦耀一来喝 喝到两斤左右的时候 他不能喝了 孙昊派人偷偷的 搁茶叶把酒换了 被大臣后来给发现了 孙昊就说 他可以以茶代酒 这是有史可考的 最早的以茶代酒 你看以茶代酒 开始就是人情 正在咱们这一桌上 比方说啊 有小哥们 我以茶代酒 你这么能喝 什么以茶代酒 给我喝啤酒 不喝 不喝给你洗头啊 闻到这了 要真有位老前辈 比方我们的老师坐这 哎呀 我这不能喝 我就喝茶了 大老师 行行行 梁老师你喝茶了 你看 就是对长辈 有时候这种尊重 以茶代酒 别人不能原谅 长辈就可以原谅 所以以茶代酒呢 表达了我们对特定人群的 一种尊重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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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不同于酒馆 酒馆是忙着喝酒吃菜的 没那些闲工夫 敬酒啊什么赶紧吃 茶馆喝茶他有闲工夫 所以往往茶馆成了交流信息 三教九流混的地方 在咱们民国年间 茶馆里头最多的一路人叫包打 原先黄金融上海青帮杜瑞生 都干过这个 什么叫包打 说白了现在讲就现人 黄金融最开始在上海 法度界的时候就是个包打 哪有个案子破不了 他社会人多 跑茶馆里坐喝茶 哎呀前两天江北出事啊 那女的被砍死了 你知道怎么是 我听说好像那谁干的 谁干的 一来二去线索就有了 这茶馆里头过去这人特别多 而且有的人在这呢 听到三教九流的消息 还有些乱七八糟事 你看茶馆里边 那个里头流麻子干嘛 专门的拐卖人口 把农村小女孩导给庞太监 挣这个赃钱 那个吴恩子宋祥两个人干嘛 到这听哪人是反动的 把他抓走 把长四爷给抓走了 长四爷跟宋二爷呢 其人没事干 提龙下脑 在里边溜达 所以他这个茶馆里头啊 社会三教九流都带着 能打成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所以这是过去茶馆 一个独特的功能 这里边也有 娱乐休闲的功能 在茶馆里头 四川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四川这个茶馆里 还有一种功能 摆事平事 这个平事 一般有个人说 两边打仗了 我给奖和喝酒吧 不是 那是彻底解决了 咱们看那阳光灿烂日 里王硕衍那个 到莫斯科餐厅喝啤酒 整个什么四海之内 接兄弟 武州震荡 何卫贵 小流氓头子 那时候喝酒 因为都奖和了 那么之前没奖和 有纷争的时候呢 这个茶馆就发挥这个作用 这个叫吃奖茶 什么叫吃奖茶 在四川 比方说我们两家 你占了我家这地 假如说过仙 一米三 说这一米三 不是你家的 原先这是公共地 我占怎么呢 双方争执不下 好 别去建管 那过去讲 这个穷死不恰到 屈死不告状 衙门拔子朝南开 有理无钱 别进来 到那打官司 成本太高 咱民间找德高望重 比方说这老爷子 一辈子干好事 请他当仲裁 或者这个人 原先就衙门里 退下来的师爷 好 见识明白的 咱们到这茶馆里 然后这人居中 你摆摆礼吧 说摆了民间法庭 你说说你的礼 你说说你的礼 上茶 大伙喝茶 这不茶越喝越清醒吗 一断 那你礼亏了 好 谁礼亏 谁认账 谁付茶钱 所以这个吃 吃饱茶在四川 是什么呢 其实是民间司法审判 它可以兼具道德跟法律的两种功能 所以你看这个喝茶这个过程 确确实实在中国民间来讲 是一个非常普及的 而且能被很多仪式化的场面应用的上 而且这个茶叶不仅影响了咱们汉族人 四面八方传播出去了 咱们翻看历史课本 公元640年 文成公主入藏 从那时候才给藏族人们带去茶叶 那时文成公主入藏 嫁给松战干部 带过去好多东西 零罗绸缎 包括一些诗词歌赋的书籍 最主要的还有茶叶 当时那个藏族人呢 你想想这个 吃这个牦牛 饭是清磕 都不怎么好消化 那么这个茶叶来的时候一喝 开胃健脾 藏族人很高兴 说这文成公主真给我们带来好东西 那么这个茶叶喝没了怎么办呢 得买去 到汉族地区去买 这一买 他这个交换不是说拿钱 藏族没多少钱 我用我的牦牛啊 清磕呀 这些特产跟汉族人交换 就形成贸易 当时贸易我们知道 云南地区山间林响马帮来 这得有马驼着 骡子驼什么 藏族跟牦牛驼着一个队 从这个清磕高原下来 来到四川呢 湖北各个地方 跟当地汉族人进行茶叶上的交换 那么这些地方 一来二去汤出道来 就跟丝绸之路一样 我们统称管这些道叫茶马古道 咱们现在有的吃饭 有茶马古道餐厅 那是什么 就纪念文成公主入葬以后 开辟出来的 以茶叶交易为主的这趟道 咱们看桥大院里边 从这个福建 一直到这个山西饭茶叶 不有个敏进茶道吗 敏是福建 既是这个山西 那就跟这个茶马古道类似 所以当时茶叶影响的 四面八方都有 你不要喝国外 外国人们不喝茶 中国这个茶叶出口是后 西方国家才值得这个 所以至于影响英语里边 好多这样词 咱们看赵北山小品 不有一个吗 火炬手那个 说是茶叶 英文怎么说 T 红茶呢 红T 绿茶 绿T 这当然开玩笑 T这个音 英语T E A 所以原来福建的 闽南话里边说茶就叫T 所以这个英语里头 茶就叫T 北方呢 不叫T叫茶 你到俄罗斯 你看俄语里头 茶叶就叫茶 甚至有人说 这个影响的外国人叫菜呢 好像跟茶有关 那不对 那是瓷系的意思 所以今天呢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茶叶产生 这个过程当中 它一些传说 以及现实当中 茶叶的这种 广泛影响力 那其实茶叶 在喝茶过程当中 你看公共茶什么的 讲究非常多 而且喝茶的讲究 一点不比喝酒的讲究少 明天呢 咱们给大家接着说 喝茶的这些理解 茶历史最经历的饮料之一 可您知道 茶在刚刚出现的时候 会在茶中加入各种佐料 当汤来食用吗 您又知道 毛巾 龙井 这些年茶 是如何来的吗 泡茶时 对水 器具 又有哪些讲究吗 明天老梁故事会 为您讲述 喝茶那些事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 是由他浪电动车 冠名赞助播出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